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在越南出生 十岁前从未读过书 我只认得26个字母 达作I knew 今日的她拥有多个学位 不断地去读书 很骄傲 其实我读了四个学位 医生告诉她一个消息 医生已经确认我生孩子的机会是零 甚至是没有生 由于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大多数居民都能够生活安定 故此经常被国际评选为最理想居住的国家之一 因为这个原因 一直以来不少华人都会选择移民来这里 而彭顺芳 安娜 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的安娜 看来生活平静安稳 但其实她的生命曾经经历过很多高低起伏 在越南出世的安娜 由于当时社会不稳定 十岁前从来未去过学校读书 我很小时就没有机会可以出街 因为很多年轻人在环境当中 加上又是一个政治的缘故 我妈又没有给我机会上学 因为很怕我被人洗脑 所以就十年在越南 去到的地方就是出家的门口 或者出街和一个两个小朋友 或者想和我妈妈出去吃东西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家 我十岁开始 那时候爸爸就搞移民 因为我有个叔叔在加拿大 但是很早期就来到加拿大 担保我们一家人 所以我一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只认得26个字母 达助I knew 因为我自己小时就穷的原因 身体上很多地方都不好 一来到加拿大第一个星期 就入了SickKid 做了很多检查 所以我是一个很瘦的人 我上学又被人欺负 我记得我上学有时候不开心会呆 又不懂英文又被人笑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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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被朋友来到Bully 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放学 我就走回家 我认为我们住宅 那里就自己扮回 怎料后面有一个西人的男孩 是我同学 他跟着我 进入门口之后 他直接打我 虽然新的生活面对很多挑战 但能够拥有自由的学习环境 他爱上了读书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 当我去探索 真是可以自己 可以以控制 来去学习那样东西 我就觉得 哇 这个世界原来 都比26文章 我又去读书 那时候 我就觉得很完美 那我就对很多个项目 很有研究 所以我去到十三十四岁 我已经 哲学 宗教 和学习 和科学 我什么都要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知识很完美 就因为这个缘故 令到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骄傲 很聪明的人 因为我发觉 最多我知道 我身边的人就会去听 所以令到我的人觉得 知识是这么重要的 我是跟他读同一间高校的 但是我们没有同一个班 那时候我记得是透过一个先生 说他曾经将这种椅子 扔到一个先生那里 Anna 骄傲的性格 一直都没有改变 直到她遇到一位朋友 有个好朋友在香港过来 他比我更加聪明 不过是基督徒 他认识的东西 比我认识了更多 他就跟我讲福音 他确定了我 就是觉得 为什么他聪明得来 他不像我 很谦卑 他又花了这么多时间 跟一个 有点困扯的人 在我的态度 都跟我谈 就是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person 接着我这个同学真的跟我说 他说 我知道 your problem is 就是你很骄傲 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说 这句话 我觉得是 因为我头十年没有读过书 所以其实我是想 建立我自己 就是觉得 这个自信 是基于这个知识 就是因为我自卑 所以就要更加 去取得多些知识 不过不知道 一个人知道多东西 其实应该是要谦卑 因为我还没有认识这个上帝 比我好 像阿玛的这个生活 他有这个上帝的生命 我不想做我这个 那么认识的人 我觉得我那时候 直到我认识这个弟兄 他跟我讲福音那时候 我才觉得 原来这个世界最高的知识 是 就是要求神 当我认识信仰的时候 是开门门 不是去建立我自己的人 所以就改变了我 那时候 我想我的自卑心 当我认识神的时候 就是拿走了 认识基督信仰之后 Anna不再自卑 虽然仍然渴求知识 但是心态已经不同了 知识其实是要去帮人 让人家更加有的知识 加上我不想有其他小朋友 像我小时候 因为某个原因没有书读 因为我相信人是可以 应该有机会 读书的环境 扮演得到 所以我很想我的生活 成为一个老师 可以的话 转换他们的生命 拥有四个学位的Anna 最终成为一位老师 她喜欢小孩子 但是可惜的是 医生在很早的时候 就跟Anna说 她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小孩 16岁时身体不好 医生已经确定 我生孩子的机会是0 所以当时我早期 我已经觉得 那不错 因为没有那种心态 藉着我开始 我和我老师都稳定 那个relationship 那时我觉得 我要去说这件事 我跟他说 这个情况 我没有得生 甚至是0 他就很好 他说没有得生 没有得生 最重要是 我自己身体健康 之后他们结婚 组织家庭 但是当他都想 在我和他 放在祈祷里面底下 是想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反而开始有点担心 是担心他的身体 能不能复合到 所以既然他也提出这个意愿 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所以我们就更加的 拜上祈祷当中 我们都试了三年 都没得生 我就跟神帝说 我说 这样吧 如果我真的没得生 我打算读完神学 就专心侍奉 专心工作 专心打理你的家 那就得职 我先生就说 不如这样吧 等你毕业完之后 你又开始工作 我们去一个假期吧 就在旅行的途中 Anna意外地发现自己怀有新人 我们两个是疲惊了 我们不知做什么 都站在那里 只要有东西 然后他说 不如你出去坐下 来去process 这个moment 我记得他带我出去 坐下床 一坐下床 床壞了 其中一条铁是断了 我整个人在地上 然后他就开始醒了 死了 你有了 你跌倒了 就是那个moment 已经 Oh really You are pregnant 在那时 我才开始 catch到这个reality Oh yeah I'm really pregnant 知不知道 我一去到医生 入房 折瓦着衣 他立刻说 恭喜你啊 胡太太 你有亲戚 黑个礼拜 我还要问他 是不是真的 他说你看看我的monitor 心跳着 我看完我才生进来 我记得我们的 那个扎瓦又是这样 看着那个screen 我认为 啊 医生说我没有 现在这个医生 有可能我 当然我们相信 耶稣 真的有他的时间 我觉得 神真是在当中 给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那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或者神真是 知道我们 都很想有的小朋友 给我们 直到他回到尼加拿大 很多test做 直到第二个 炎血 那个护士打理 说医生要见我 那时候我开始害怕 我害怕的小朋友 有事 因为我那时候 都好成35岁 我先生说 不要这么想 只是 procedure 我说不是吧 我心里 总是觉得 这些事情 是 going on 我第一次 上了我的医生 医生就 将一张纸给我看 你的指数 人们的症状 是非常高的 那我医生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想99% 因为不会有100% 整确 你去炎羊胎水 那至于炎羊胎水 两三个礼拜打理 他今次在医院 那个 Genetic Council 打理 当我听电话 他说 Hello This is Dr. Donna 我的心已经 接着我说 I'm so sorry to confirm Your infant has Down syndrome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告诉我妈妈 我抱着她哭 因为我自己读这一行 我知道 我的生命会很困难 就是当时 我还教学习 时 我都会与很多 学生与特别的需要 我坐在那里 我说 It's my turn As a parent and a teacher It's going to be a hard road 从他们的样子看到 他们会 是担心的样子 是担心的样子 我都在老制间里面 挣扎着 究竟 神想我们的生命如何 我们两个生命 是如何去行 都会有不明白的情况 但是 当时 神透过约翰福音第九章 来到去鼓励我 就是说到当 耶稣基督在外面 看到一个 本身生来 就是核眼的人 门徒就问他 这个生来核眼的人 究竟是他父母犯罪 还是他自己犯罪 以至到他生来核眼 耶稣基督就回答他 不是这个人有罪 也不是他父母有罪 他因为眼核 就是他为的 就是荣耀神 是有神的作为 这段经文 是很深深的 来到他安慰了我 我马上跟Anna说 也都安慰了他 其实他个人都很积极的 所以透过圣经的话 神帮我们很多 安慰了我们很多 我相信 娜交鼻在我们身上 不是偶然 而是 在他的生命里面 就是要彰显神的作为 况且 其实他本身 他是一个先生 也是很放时间 来去认识 教育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神不选择其他人 反而是选择他和我 是有他的意思 所以他听回来 为什么不选择其他 普通的家庭的父母 而是选择一个 他已经预备好了 有这么多的知识 现在 就不单止是头脑上的知识 而是 你真的要走出来 如何去照大这个小朋友 所以当医生问他们 会不会考虑不要这个宝宝的时候 他们一点都没有犹豫 就做了决定 对于这个选择 反而对我来说 一些完全没有困难 我毫无疑问 是要留 是要留回这个小生命 那天我们没有想过 abortion 因为不能生 有得生 又有事 我们直接说 No, we're going to keep the child 我记得 Dotter Donald看着我们 You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this No 我很感谢神 在问我 Why 然后我们很感谢主 我们有一种胆识 Because we are followers of Christ We believe God has his plan 每一个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 这个的生命 给了我们就成为我们的产业 我们是需要对这个产业 来到负责 所以当神给我们这个产业 这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是包括他出生 直到我们自己回天家之前 其实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这个我们很认定 是神给我们的 是不可以用任何的途径 来扼杀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份礼物 我记得哥萨娜 去望着我们两夫妇 去说 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have so much faith None of my patients said They won't think about it You're the first pair 神给他们有一个信心 给他们有一个认定 就是他们要生出来 养用这个宝宝 但是我心中 我知道他们都很害怕 但是慢慢慢慢 他们开始做很多的 就是准备 这样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慢慢开始接受 而且他们看到 神好像一步一步去带他们 怀孕的过程 Anna和Fred都做好准备 就在2010年 那个女堤早出生 Anna突然陣同 我立即赶回家 车她去医院 OB进来 立即忘了 我的衣服 你的水壞了 我说不 OB说我的水壞了 他说 No seriously 你的胎现在已经干净了 你是很危险 他就直接跟医疗说 Drag her to the OR 我想走也不让我走 是Drag 我觉得我自己是两对脚 在地上 不停滚进去 他们的女儿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 看到她本身的心跳 原本就一百种 慢慢曾经跌到九十几 甚至跌到四十几 很危急 那时候我就担心了 心里面默默祈祷 然后就很突然之间 签了一个控制方案 就推了Anna进去手术室 我觉得变了 就好像自己暈了 十分钟之后 我就听了 哇哇哇哇 然后说 那么大声呢 然后我立即破坏家皮 我一看她 在这么小过上 三磅 黑了整块面 其实我的OB跟我说 他说 拿她出来的时候 整条瓷带 围着她的颈子 他说她做了这么多年 刺涅三尾 见过一个小朋友 用自己的左手 拉着一个瓷带 他这么透气 那医生跟我说 她是一个侍华 他自己 为她的生命 我们真的看到她这个生命 是很困难的 很硬正的一个人 当然那时候其实是害怕的 不过都害不及了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原来回顾看回 亦是一个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经历 女儿平安出生之后 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因为我天天都要去医院 记得天天去 然后我护士就告诉我 You better pray 她说 She has a bacteria in her stomach lining You better pray 我说 why If that bacteria doesn't go away It will go inside her stomach Then it will be like threatening Then it will be like threatening 十几个血洞 瘀了我的女儿四肢 As a mom 你抬起狗 你知道她有事 It was just so painful 因为我拖不到她疼 我真的去pray 那我回到她 很奇妙 那一天下午 医生跟我说 她的fever died down 她的菌开始没什么反应 不aggressive 情况稳定之后 她们就把女儿接回家 头两年是很辛苦 因为家皮出生是冬天 在一个condo 看上去一片白色 那些树又死了 你觉得 It's dead 我又出不了街 加上我经常去看医生 每次去看 有些新东西告诉我 真的永远是不定的 整人的 那个physical emotion 是定不了 始终睡都睡不了 因为那段时间的缘故 我就踏入 这个产后疑症了 我会想不想自己哭 有时会连想 其实都很担心 因为怕她会伤害自己 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是觉得很痛苦 我跟先生说 This is not good 我很感谢主 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定 就是我先生愿意辞职 我说行不行 如果我告诉你 是OK的 你要相信是OK的 因为基于过往的经历 神不会比多 亦不会比少的经历 我深信 那一年应该不难过 而事实也是 那一年我发觉很开心去过 因为我相信 小朋友的时间会过 但是我所花的这一年 对于这个小朋友和太太 是不会白过的 所以头一两年 就是最辛苦 我又忽略想 然后忽然间有句话跟我说 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其实跟她的名字很有关 因为她的名字 华家皮 在希腊文中 就是叫做 Unconditional love 神本身就是爱 其实上帝跟我说 你要相信我 你的女儿都给了你 那见到你的女儿 你怕什么呢 未来都是用爱 来带领你人生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 然后第二天我起床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时刻 是一个brand new person I never experienced that 那种感觉 不觉得她死了 觉得是一个brand new day 于是Anna重新站起床 透过自己过去所学的知识 帮助女儿成长 其实她两岁 那时就让她回去 daycare 因为我相信 早期让她回daycare是好的 回去那些又是我的同事 是我旧时教的地方 其实她第一天哭了 她第二天都没有怎么哭过 所以她两岁半年开始 去pre-school daycare 她进了公司 我们很感恩她去公司 现在是grade 1 去mainstream class 和mainstream kid 一起 我们很感谢神 就是这个公司 很爱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很看到她们的 ability maximize她们的 talent 令到家皮能够有一个 那么好的环境 那么好的老师 那些小朋友又很喜欢她 她又很喜欢上学 那些自然捨得好 那些老师都很impress 出去识识 自己完全是well prepared 所以她现在很好 她回去各个礼拜 spelling test 你回来拿perfect 不是因为分数 所以我想让她看到 有上帝 你都要勤力读书 她真的很开心 阿加皮是一个很高功能的小朋友 所以其实很多人 看不到背后要放的心机 可能他们只看到 阿加皮是很开心 很说话 很友善 但是见过短的时间 其实不知道 Anna和Fran 他们放在家里的心机去帮她 我常说说 神将你一步步 你的训练就是为了你去臭女 所以不会知道他们背后放的时间 和心血 一个小朋友 或者一些家长 说三四次 那小朋友会得到 我和我师父要说一百次 一天里面 你听我们说一句话 或者说三十次 你都觉得 不要说了 不过我们要这样做 因为她是要说的 我只是叫她 今次在这里继续这个 我说穿鞋啦 你上学 我说了十五次 阿加皮真是一个 好像医生说是一个 战争 他从来不害怕 打针、拿血、全剩 任何东西 他都是看着的 完了自己念 自己感 他面对那个生命 他觉得 我是 我要接受 他知道他有担心做 就是一个很正确 很知道生命不是在乎没有的东西 他知道他有的东西 他很知足 都是一个感恩的故事 告诉他有多少奇迹 当中他们要怎么面对 有很多人告诉他要面对 但后来又没有发生 甚至我们会觉得 中间里面 你会发觉 他比起正常的小朋友 还更加行动的时候 我记得我太太 常常拿了阿加皮来做个 见证 就觉得 原来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预期是个问题 但是 神当中给你很多能力 帮你一起去 去通过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觉 好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有时我们还觉得 评价其他小朋友 我们觉得没问题 好像更挑战 阿加皮的表现 不单止令周围的人印象深刻 就连医生都感到惊奇 每年去医院做很多试试 每次他见到阿加皮 感谢神 他就能够有这样的聪明 我就向着这个聪明 去帮他 使得他大过去帮人 不是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做为父母 Anna和Fred 不多不少都会担心 女儿的将来 你会想成为 我会好准备他 因为我先生经常说 我试试了独自 我都可以生存 所以我们去准备他 准备他 有一个好的社会生活 一个很好的教会生活 我们做到多少得多少 我们觉得最重要是准备是怎么做人 怎么会面对逆境 面对人生 如果神当初给我们 也神会好好地来终结 其实真是很多神的恩典 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之前好像过不了 又过得了 我们不需要再担心 因为是神会负责 祂所赐的一切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很忠心的 可以说去学习 忠心的一个管家 来将祂来带大 相信祂将来 走在神的道路底下 神同样祝福祂 直到祂临终见主那面 今天的Anna和Fred 因为经历过神无数的恩典 相信神一定有最好的带领 多谢大家收看《恩语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